有人問我說什麼是晶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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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 100个点 这每个点放大来看就是这样 它其实是把一段单骨DNA连上来 这单骨DNA在这里 那上面比如说有序列ATTT好了 你把不同的序列连上来 当然不可能这么短 我是比喻 当你把单骨DNA连上来之后呢 我把你的样本DNA 这是你的样本 里面都是DNA 那经过PCR放大了 放大之后呢 我可能加入了限制酶 经过效度切割之后 也变片段 然后呢 我把它加热 加热 它也变成单骨 好几个单骨 这时候呢 这些单骨DNA我就淋上去 在上面给它流过去 流过去之后呢 你只要跟它配对的了 你就会跟它配对 比如说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有些技术 你只要有配对起来之后 它就会发荧光 比如这边就发荧光 好这边发荧光 这边发荧光 那你刚刚不是10乘10吗 有100个点 你可能流过去之后呢 发现里面有 15个点发荧光 分布在上面的部分 这种位置 你就用电脑扫描 扫描完之后呢 电脑会直接算出来 编号 比如说 3 2 就是阵列3 2 3 2就是坐标 X3 Y2 发荧光 然后 5 6 发荧光 然后9 8 发荧光 这些数据就进来 那其他都没发荧光 那电脑就很快 运算 那原来那个点 它的这个平安是什么 你就会知道 你这个DNA 有哪些序列了 好 那这么做 为了什么呢 假设我现在 这么这个序列 这个序列是很特殊的序列 比如说肺癌患者 常常会有这个基因的突变 那是不是这个点 就可以检测 你是否有这个基因突变 肺癌的 那假设我这一排都是 肺癌一肺癌二肺癌三肺癌四肺癌五 第二排都是 肺癌一肺癌二肺癌三肺癌四肺癌五 就等等 那这个晶片就是 癌症检测的晶片 你的那个DNA药本 一淋上去 我可以立刻 可能做十几种 不同的癌症检测 我可以知道 你现在有哪些图片 这些图片 按照统计上 你可能哪种癌症 继续偏高 哪种癌症继续比较低 我可以立刻知道 然后可能配合你 抽血液中 血液不同蛋白质的数据 做搭配 我的报告上可以跟你讲 你可能哪些癌症继续颇高 你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 甚至可以跟你知道 你哪些基因已经突变了 这个基因的突变结果 可能是哪些癌症容易发出来 这是在医疗上可以用到 当然我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应用 比如说 一淋上去 这边放一罐 这边放一罐 哦 这是做物种的 我在野外看到一坨大便 我不知道是谁的大便 我顺便挖 找到它的那个皮膜细胞 抽里面的DNA PCR放大 一淋 然后上面的片段就是 可能是猪的片段 狗的片段 不同的动物片段 一上去 有几个发音光 电脑一涮 白鼻星的 人家序列完全符合白鼻星的序列 哦 这是白鼻星的大便 不是台湾猕猴 不是黑熊 是白鼻星的 应用可多了 那我也可以知道 我这样下去之后 我会有没有特殊的遗传疾病 我下去之后 我的智商应该要多高 慢慢可以这样 有这些资料来 而这个晶片强在哪里呢 为什么会有晶片的发展 因为这个晶片最难的就是 你要在这么小的板子上面 点上这么多的单鼓DNA 谁点 人点哦 你疯了 你用小毛笔都点不上去 全部用机械自动手背 这全部是因为我们机械的自动化 技术很厉害了 很小的机械上 我有很小的探针 站在 这全部都是自动化 在无程式里面制作 以前这样的晶片很贵 因为那些技术都很贵 现在因为技术越厉害了 你可能十层舌漆片 可能就几百块买得到了 因为现在就已经可以到 我也许是一千乘一千 多少 十万个点 我一次可以检测十万个基因片段 技术厉害一点 我十万乘十万 哇塞 一百万个点 那个DNA片段一下去 我同时可以检测 一百万个基因序列 以前的老技术 是找到序列 PCR放大定序 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一次只能做一个序列 而且做好久才知道它结果 现在呢 你只要经过PCR放大 一下去 马上放荧光 用电脑去判断 因为有时候那荧光太小 还用电脑去扫描 用电脑去侦测 现在技术可以到这样 我可以一次 假设刚刚那个案例 一次检测 一百万个基因片段 一次哦 一百万个哦 你先想说你的基因才 我们人类精才两万出头个 那我那个序列 我那个晶片可以检测十万个精 你就知道 我可能一个晶片可以检测 好多不同的东西 同时 所以以后有很多的疾病检测 会越来越便宜 但下场就是 因为太容易得到了 结果也容易散出去 对 我现在有个十万个晶片 扫描之后 我知道你所有的图片 我就知道你的 心脏病几率多少 高血压几率多少 大概几岁的时候得什么病 这些资料谁会想要 你的保险公司会想要 一拿到 我要增加你的保费 因为你的几率在 五十岁的心脏病变高 五十岁我的那个心脏 意外想要变多 医疗想要变多 这就是 有好处就有坏处了 这是技术的突破 技术的进展 应该这样讲 基因晶片 好了 研究上好用 医疗上好用 等等 研究下来 杀 杀 杀